三八妇女节期间,中国历代与女性相关的青铜器在山西青铜博物馆展出,那些千百年前发生在神仙姐姐身上的故事,时至今日依旧光彩照人。 出土于山西驿城大河口西州墓地的霸鸡盘,记录着一场2500年前的官司,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起诉讼。 霸鸡向木工告状说,当时一个叫做气的人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,于是木工就命令气来实现自己曾经许诺的事情。 从这个盘子当中,我们也可以看到,在男尊女别的社会,女性很早就有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,因此我们也看到了女性勇敢和坚毅的一面。 由山西省公安厅追缴回归的进宫盘是国家一级文物,盘中一群活灵活现的小动物都能360度转圈。 盘内180余字的明文记载,它曾是春秋五霸之一禁文公之女孟姬的陪嫁之物。 进宫盘呢,它既是一件嫁妆,也是当时禁国国立的一个强盛的象征。 孟姬作为一名禁国的女子,远嫁到楚国,不远万里,由此呢,我们可以看到,其实这是一场政治联姻。 但是从古至今,像这样的女子,为国,为家,担当,那么她们在身上体现出的是奉献的精神。 出土于山西文喜的春秋时期文物《窃区文仪》,是古代贵族惯喜的器具,见证着一段情境之好。 情女怀盈曾是进宫公之子,雨的妻子,两国失和,父亲又把她许配给进宫公崇尔。 一次宴会上,怀盈捧着仪侍奉崇尔洗手,却不料崇尔洗完手后失手乱挥。 面对崇尔的不敬之举,怀盈当场表达不满。 进宫公洗完手,就把手随意地乱甩。 那么怀盈就说,情境两国,国力相当,你为什么如此看不起我呢? 其实呀,这位怀盈呢,在嫁给进宫公啊,她其实已经是第二次婚姻了。 但是在那个男尊女辈的时代,她依然敢勇敢地发声。 从这个地方,我们可以看到,在当时的女性,她依然是追求独立和平等的精神的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